109年度吉安湘长杯泰鲁阁族的传统射箭比赛 11号在吉安苗圃举行 参赛选手来自全县各乡镇 国中、少、社会组都有 总共有350个人报名 吉安湘的阿美族部落头目也组成了一队来报名参加 虽然吉安湘泰鲁阁族人不多 不过大家借由射箭比赛切磋技术 彼此增进族群交流及互动机会 选手摒弃凌神 能瞄准山珠肩膀每位参赛选手都希望能够射出好成绩 吉安湘公所连续举办乡长杯泰鲁阁族传统射箭比赛 今年是第15年 受肺炎疫情影响 等到疫情舒缓之后才举办 这也是花莲陷阱第一场射箭比赛 虽然吉安湘泰鲁阁族人不多 不过报名的选手及队伍有来自其他各乡镇市 连吉安湘的阿美族头目也组成一队来报名 厂长游淑珍 感谢各界射箭好手的支持与热情参与 大家虽然都是不同族群 不过也藉由这项射箭比赛 彼此切磋交流 我们看到了不分族群 我们阿美族的头目跟我们部落的族人也都主队来参与 跟我们做了族群共融最好的运动的赛事的分享 第15届我们收获满满 今年我们从国中组到社会组 总共64组来参赛 我们看他们卯足全劲 来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热身上 我们相信吉安湘公所全力支持 我们也欢迎来自于秀林 来自于各个乡镇市的选手 不分泰鲁阁族 不分我们阿美族 大家一起来完成我们原住民运动健身最正向的活动 参加比赛的选手们顶着艳阳手拿传统弓箭 虽然只是一场射箭比赛活动 不过传承传统射箭记忆 各族群融合交流 才是吉安湘长辈得的固俗传统射箭比赛 可以连续举办15年的最大原因 借刘明胜吉安湘报导